- 二 二 二 三 - 二 二三 - 二 一 二 一 - 欢迎您收看我们第二季的金头脑 - 大家好 我是果冻 -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在我们的全新季度播出至今 有没有每一集都跟着我们玩呢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之中的三组来宾 我觉得他真的 是我们洛杉矶最有活力 而且他们每一位 在舞台上的魅力 我跟他讲不得了了 等一下他们会一一地来跟大家展现 他们其实就是有聚于 土风舞社的 不过今天我为了要配合他们 人家他们是土风舞社 我今天特别穿了个土风舞色 来跟大家一起来配合一下 但是我怎么感觉好像 我的锋芒还是输给他们很多 现在我们一一地把他们介绍给大家认识 欢迎第一组的朋友 我叫James 其实是我太太在土风舞社 是 那么我也只是我平常去台台教 我把他们照照相 所以希望我能够尽力表现 谢谢 欢迎James在旁边的这一位 主持人好我是Jennifer 那我设参加这个土风舞社 大概是五年 五年的时间 对 那就为什么会加入土风舞 土风舞社 Jennifer 当初其实是我们几个的小孩 是同一个上同一个中文学校 然后呢 那又是在同一个舞蹈社 然后后来小朋友的舞蹈社 英俊阳他就一个一个抓抓抓 就跟着他一起去 这个核桃土风舞社 好 一直跳到现在 好 那今天也欢迎两位了 欢迎欢迎 谢谢 旁边的这一位呢 我们刚刚讲到是老师 对不对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Jasmine OK 是您大概教土风舞有多少年的时间 要讲的话大概 十多年有了吧 而且我真的觉得 土风舞呢 我等一下也很想要跟你们学 因为跳完了之后 感觉起来你看他每一个人看起来 非常的亮丽 而且身材非常的曼妙 其实土风舞非常非常简单 是 只要你会走路 你就可以跳舞 不过就是两只脚嘛 不是左脚就是右脚 就是转换重心而已 所以其实没有那么难 OK 只要你愿意 我们都可以把绝窍交给你 那旁边的这一位是我们的社长 对不对 来跟大家自己介绍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莎里扬 来自核桃土风舞社 核桃土风舞社 是怎么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概成立有多久的时间 我们核桃土风舞社呢 是一个非营运的社团 成立了有14名 有14 对 每个星期六早晨呢 9点到12点 我们都会相聚在一起 所以喜欢跳舞 喜欢呢 想要跟着这一群 非常美丽的朋友一起动 都跟着音乐一起起舞的朋友呢 也可以呢 去搜寻一下 这些核桃土风舞社 对 好 谢谢 欢迎两位 欢迎 谢谢 第三组的来宾 来跟大家做了介绍一下 大家好 还有刚刚我们最帅的 就是皮哈 一万块就搬给你就好了嘛 对啊 我也这样想 但是你这个钱也太好赚了吧 不是 不好赚 不好赚 所以我们都是一起加入 结束大概五年多 五年多 所以大概是18岁的时候加入的嘛 对 那我觉得我应该要给你两万块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不是 不要这样子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说 这个加入了土风舞社呢 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好不好 有什么改变 我想第一个最开心 就是可以让果冻说我 五年前18岁 第一个 当然老师本身真的是教得非常好 而且他的口诀讲得很清楚 是 所以我学得很有自信 因为我们没跳过舞的人 说实话 你一开始会担心 我们是很同手同脚 可是等到我去跳的时候 真的慢慢跳出心心来 因为我是家庭主书 其实以前不太懂 所以我的三高其实有点高 是 这个真的是私人秘密 但是自从我跳了五年之后 我现在非常的标准 因为我觉得这是 很好很好的一个运动 那最主要也认识很多 很好很好的 婆婆妈妈姐姐妹妹们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值得大家参加的一个活动 在无形之中 很开心 也运动到了 那对于旁边的这位是老公是不是 对 他是我老公 他觉得 你如果想让你的日子好过一点 这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呢 为什么 我们大家都讲 Happy wife happy family 对对对 老婆快乐的话 你大概99%的麻烦都没了 对嘛 现在我就知道了 好了 今天几位呢 你看到了没有 非常的活泼 非常的可爱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三组来宾 来到我们的节目之中 好可爱 你可以加入了是不是 Lock down KAR she lands そして Leeやはい いーわい 千千的山〃 穿着女庸 小样 cry trl りーわい 李やあわい COVID unexpected itted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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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 謝謝 幾位大姐 好的 臉不紅 氣不轉 就是 完全沒有跳過頭風舞的我 韓丸 再一次掌聲鼓勵 來給我們這麼多的歡笑 節奏感對他們來講考不到他們 舞蹈對他們講難不到他們 但是他們的智慧怎麼樣呢 馬上進入到 我們第一單元 智慧王 好的我們現在呢 進入到了智慧王的階段了 我們今天的幾位美女帥哥 仔細聽好了 這個階段呢 我們總共有八道題 題目問完了之後呢 最高分的兩位可以晉級 如果有一位最高分 其他兩位同分的話 三組來賓都可以晉級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階段的第一題 英文文化Culture 第二 一詞原意是指以下哪一項 一 耕作 二 勤奮 三 小說 四 交談 請作答 好的我們來看一下三組來賓的選項 請公布 來我們來看一下三組來賓的選擇 第一組呢我們看到的 James還有Jennifer的這一組呢 選擇的是一 跟作啊 是Jennifer還是James決定的 老公決定來 老公為什麼呢 不是 大哥 大哥 大哥決定的 來大哥你告訴我 為什麼會選跟作好不好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把握 我只是覺得說 這個Culture跟Cultivating 這個字有一點類似 那我只是 80%是用猜測的吧 那 就這樣子 所以你選的是一跟作 不過你剛剛講的這個英文單字 我必須要說 對你來講應該會很有幫助 是有一點點根據的 跟你一樣選一的跟作的 還有呢我們Melanie的這一組 為什麼是選一呢 因為另外一個字 Agriculture Culture 而且 跟作如果說你人類的文化來講 從 石器時代 然後到農耕時代 實際上這是發生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是我們的猜測 掌聲鼓勵一下 最喜歡來參加我們金頭腦的朋友呢 其實自己都是有一些根據的 不過我自己也會覺得 感覺起來講到了Culture這個字 跟交談好像也是有一點關係 對不對 Jasmine跟Sally 我們兩位是誰選交談這個選項的 Sally 對 沒有我只是單純的 Culture是文化嘛 文化就是各具特色 特色怎麼來 就是它人民之間的對話 生活嘛 我就這麼推測的 透過溝通 對不對 然後呢就可以建立了不同的文化 然後呢這個文化之間的交流的那種感覺 對 我必須要講今天三組來賓呢 光在我們的第一題之中呢 每一組來賓講的原因都讓我覺得 還滿心動還滿有可能性的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這一題答案你覺得會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正確解答 一根座 沒錯 就是一根座 恭喜我們的第一組 還有第三組呢 都各得了一分喔 非常的棒 我們繼續保持來看一下第二題是 中國北宋時期 在科學文化及發明上 都有顯著的成就 請問下列何者 並不是在北宋時期所發明的 一 活字印刷術 二 紙幣 三 指南針 四 魂天地洞儀 請作答 好 請公布三組來賓 我們來看一下你們的選擇 我們看到了第一組選擇的是 三 指南針 Jings為什麼你會選擇三 指南針 指南針 指南車這應該是 以前皇帝站吃油的時候就發明了 所以說這是比北宋大概早了三千年吧 這是我的感覺 不僅是你選三喔 Jasmine跟Sally的這一組也是選三 有別的原因嗎 還是跟他們一樣 沒有 社長告訴我三 我就打三 社長說三 我們就不敢說二是不是 沒有 聽社長的話 社長覺得是三 好 那麼呢 Melanie呢 因為社長講三 我們也跟著選三 是不是 我想我們和第一組同樣的理由 因為皇帝大戰吃油的時候 皇帝就是靠這個 這是我們讀歷史讀到的 那是不是真的 有那麼一回事我們知道了 那基本上呢 你以Compass來講 以西洋的文化來講 我的印象中 這也是發生很早的事情 因為這在科技上是 滿早滿容易做到的 好 但是我必須要講這一題喔 其實我覺得其他的選項 也還滿有可能性的 到底呢 他們三組來賓有沒有答對 正確解答式 他們三組來賓有沒有答對 正確解答式 四 魂天地洞 零 零 其實是四 沒錯了 魂天地洞 零 沒有關係這一題呢 我們的三組來賓呢 剛剛都沒有講到任何的分數喔 我們繼續努力看一下呢 智慧王的第三題是 近日美國國家地理雜誌撰文指出 依據動物專家的最新發現 變色龍變幻體色 除了偽裝其實還有其他的功能 請問下列哪一個 不是變色龍變色的目的 一 吸引異性 二 傳遞訊息 三 宣示主權 四 適應環境溫度 請作答 好 這一題很有意思喔 我們來看一下呢 大家的選擇是什麼呢 James跟Jennifer呢 選擇的是 二 傳遞信息 並不是他們的主要目的 對不對 為什麼 James 先告訴我們 我覺得乍看之下這四個答案 對 都非常的有可能 但是問的如果說是 主要的意義的話呢 我覺得 一跟三跟四可能是 比較 比較像是對的 比較接近的 二的話 有很多方法可以傳遞訊息吧 所以說我不認為說 這是最主要的 就是這樣子 可是你知道嗎 當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正確解答 可是以排除法來看的話呢 我倒會覺得二跟三喔 傳遞信息還有宣示主權 有一點點陷阱的感覺 因為其實這兩個有一點相通 對不對 感覺有一點灰色地帶的感覺 因為宣示主權也可能是 傳遞信息的一種 好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但是Jasmine跟Sally呢 社長的這組選的是宣示主權 為什麼 你們覺得 你用麥克風跟我們說 來 對 一樣 我們第一個先刪去法 對吧 一跟四刪掉 二跟三來選 那只好隨便挑一個了 所以你就選擇了宣示主權 對 好吧 但是Melanie呢 你們覺得又變成了傳遞信息了 Frank 你覺得 因為傳遞信息有其他的方法 比如說聲音也可以 然後那個 然後宣示主權 在某一方面來講呢 它要同樣達到 吸引異性的功能 基本上就是說這個 這個發生在 好像海獅 他們也是有這樣的狀況 是嗎 對 今天也學到了耶 好吧 我們現在看到大家選擇的呢 都是傳遞信息 還有宣示主權 沒有人選 吸引異性 或者是適應環境溫度 正確答案到底是什麼呢 四 適應環境溫度 沒錯了 這個階段呢 我們看到就是適應環境溫度 因為其實你剛剛好 剛剛Frank你講到了對不對 吸引異性也好 宣示主權 傳遞信息 對我來講其實這三個 都是一種傳遞信息的方法 所以我唯一最不同 就是適應環境溫度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階段呢 三組來賓沒有搶到任何的分數 沒有關係繼續努力 第四題是 提早的時候先放冷水 再放熱水到浴缸 會發現靠近水龍龍的水溫比較高 另外一邊水溫則比較低 當用手攪拌水過後 水的溫度就變均勻了 請問這種現象 說明了水的傳導方式主要為何 1.電流 2.對流 3.輻射 4.蒸發 請作答 好的 來請公布 我們看一下三組來賓的選擇 我必須要講這一題 應該算是送分題對不對 為什麼是送分題Frank 你覺得 有麥克風跟我們講 因為其他三項不可能 因為滴個水完全對電流完全沒有關係 對啊 然後輻射呢 輻射是經過氣體 就是比如說太陽輻射是經過氣體 或者是真空傳播的 然後蒸發呢 蒸發你必須要從液體的狀況 進步到氣體 所以說這些都不符合 所以2是最對的 哇 棒棒棒棒棒喔 今天我必須要講喔 感覺起來Frank 你離1萬塊錢好像還滿近的感覺 每一題講得都很不錯 那如果今天真的啦 1萬塊錢被你們拿走的話 是會怎麼使用它 如果真的1萬塊錢 我們這個就捐給社團做經費 啊 掌聲鼓勵 但是 Melody有同意嗎 同意 同意 這個是先經過她同意 我只是重複這個資訊而已 老婆開心 家庭就開心 是不是 我們已經口頭牽得生死狀了 我們的社長已經這個 露出了這個非常凶狠的眼光說 我們剛剛有牽過這一張紙 好 如果1萬塊錢的話呢 是整個社團大家一起分享就是了 三組來賓全部都選擇的是2對流 這一題一定是對流啦 我們來看一下正確答案 2對流 沒錯就是對流了 這一題就像我講的 真的是送分題喔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最多分數的呢 還是我們第一組 還有第三組 第二組的來賓要繼續加油囉 我們來看一下智慧王的第五題 請問最早罹患香港腳的是哪種職業的人 1農夫 2軍人 3醫生 4警察 請作答 好的請公布 我們看一下大家的選擇 全部都一致選2軍人 這一題我跟你們的選擇不一樣 雖然我自己喔 並不是專家 但是我認為香港腳感覺起來啦 就我所知喔 香港腳感覺起來好像有的時候是因為潮濕的關係 所以我會覺得農夫好像是比較有可能 但是你們選擇的是2 James你不要跟我們講你為什麼會選2軍人 因為自己在軍隊裡服務過 穿上那個靴子實在是很不舒服 那對於農夫來講 因為他的腳多半是開放式的 對醫生的話 通常不會從醫生開始犯 那至於警察呢 可能穿靴子的機會沒有軍人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軍人的機會比較大 好 那麼Frank呢要不要補充 我的答案也是2 因為本身我在台灣那個時候 當泡屏預官的時候 香港腳就是一個 我們要照顧士官兵 那是我們第一個看的東西 軍人有個問題就是說 穿靴子 而且要香港腳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要高熱 第二個要不通風 那不通風的狀況之下 軍人的工作時間長 而且有時候你出去 比如說施對抗 一次去就是一個禮拜 是 軍人的機會最高 那麼Sally跟Jasmine覺得呢 是因為這樣子 對 同樣的想法 好吧 大家都覺得是軍人 只有我一個人覺得是農夫 因為醫生跟警察 對我來講是絕對不可能的 我們來看一下正確解答 到底是什麼呢 2 軍人 又是軍人 棒棒棒 厲害厲害 好 今天呢我們看到我們 公補聲的不僅是5票的好 非常地有智慧喔 我們趕快呢進入到 我們智慧王的第六題 蟑螂有打不死的生物之稱 請問下列何者 不是其原因之一 1 切斷頭不會馬上死 2 可以在水中避氣半小時 3 可以三個禮拜不進食 4 可耐60度的熱水 請作答 好的 好的 來 請東部我們大家的選擇 來 我們看一下三組來賓的選項 三組來賓的選項 沒有人選2 可在水中避氣半小時 但是James 你們選擇的是4 可耐60度的熱水 為什麼你們選擇的是4 這應該是我用的是消去法 因為切斷頭不會馬上死 這個我看過 在水中避氣半小時 我衝過蟑螂到馬桶裡面 然後他又回來了 又回來了 我想說差不多半小時 我又看到他在裡面 還在掙扎 你有在計時就是了是不是 我看你什麼時候回來 對 差不多 好 然後三個禮拜不進食 你也餓過他 這是我讀過 他好像可以很久很久不吃飯 他都不會死 不是我不吃飯 就不吃東西 那60度的熱水的話 這是我自己沒有試過 但是用消去法 前三項我都覺得是非常對的 那第四項呢 只有第四項了 雖然其他的三個選項 我自己沒有像您 真的是好像有看過 然後把他沖下了馬桶 以前在亞洲 因為我覺得 在我們美國來講的話 尤其是洛杉磯比較乾燥 可是在亞洲 我們常常會看到蟑螂 有的時候我沒有辦法噴他的時候 沒有辦法打他的時候 我記得小的時候 好像父母會拿熱水 去潑他 可奈60度的熱水是你的選擇 但是你們選擇的是1 第二組 切斷頭不會馬上死 為什麼呢 Jasmine 因為小時候 每次看到蟑螂一拍就死 所以 我不知道他切斷頭還不死嗎 我不曉得 我只好猜1 所以你是猜1 那Frank跟Melanie的這一組呢 為什麼你們覺得 和三個禮拜不近時的選項 我的印象中 第一、二都看過 然後第四呢 小時候有做過實驗 用火去燒 他也不會馬上死 只有第三不知道而已 那麼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會讓Frank想要做這樣的一個實驗 請跟我們分享一下 看到張王就很煩 然後呢 實驗做過第一 我是真的做過看到 對 真的會動 然後那個 在水中 就像沖入馬桶 那個我也看過 然後第四呢 本身有做過實驗 用火去燒 也不會馬上死 可能燒的不是那麼夠吧 我想吧 如果是溫度非常高的話 應該可以 但是60度的熱水 基本上它 60度的溫度 並不會馬上就說 馬上傳到裡面 對 所以這是我的猜測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唯一沒有人選的呢 就是2 可在水中比起半小時 這題的正確答案到底是什麼 請看 其實是4 可耐60度的熱水 而且呢 其他的選項其實都是 啊 這一題真的太可怕 就像我講的 我們現在在洛杉磯 真的比較少看到啦 但是呢 這個階段呢 我們也學到了 非常恭喜的呢 就是呢 今天的第一組呢 現在呢已經有4分囉 我們繼續進行下去 看一下第7題是 下列合者 不是三姑六婆裡的六婆 一 美婆 二 一婆 三 雅婆 四 穩婆 請作答 嗯 這一題我真的不知道 來 我們來公布一下 看一下呢 三組來賓的選擇喔 全部都選3 雅婆啊 先從Frank開始好了 為什麼會選擇雅婆 因為其他的三項呢 美婆 醫婆 穩婆 這都是比較大的項目 然後呢 因為雅婆的話 它也是在醫藥之一 所以說 如果說你古代的話 你找人過來說 我身體有問題 應該也包括牙齒吧 我們是覺得三項 第三的話太細了 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穩婆是什麼 代表的是 接生對不對 就是安胎吧 接生 是Melody要補充 三是我選 那其實我當初選三的理由 是因為說 古時候的男女受受不輕 那因為女人呢 有很多東西 她可能要找女人來幫她做 嗯 然後呢 其實 美婆 醫婆 因為你覺得這幾個婆 都是跟女人的隱私很接近的 對 那還有牙齒 本來以前的牙齒就都不好了 所以 好像沒有特別有牙婆這種東西 對 好像 所以我是這樣猜 用這樣的方法 來 那麼Jennifer的這一組要補充 我也是覺得牙婆 好像沒有這麼聽所有這個東西 對 所以說就是用消去法 我就覺得說牙婆比較不可能 用善去法的方式 好 大家都選的是牙婆 到底正確解答是什麼呢 請看 二一搏 啊 這一題其實是二一搏啦 好啦 我們呢 要來進行的就是呢 我們智慧王的最後一題囉 如果呢今天的最後一題我跟大家講 如果這個最後一題呢可以被第二組呢 你們搶下這一分的話 你們還是有可能 好 可以呢擠進呢 到我們等一下的大魔鏡 所以繼續加油不要放棄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題是 請問一般保齡球規定 他球的重量最重不可以超過幾磅 1 16 2 18 3 20 4 14 請作答 好 來 請公布三組來賓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 請公布一下 好 來 請公布你們的選擇 大家選擇的都是2 18 其實我自己呢也是用刪去法的方式 因為14跟16應該都有看過 是不是Jennifer自己有打保齡球 有 有打過 所以看過14 所以我想20的話應該不可能 然後18也是太重 那我們的第二組 Jasmine跟Sally的這一組 隨便亂猜的 你們是用猜的 那Frank呢要不要替我們補充 我自己看過16 然後呢依照我以前看你們節目的習慣 通常答案不會在最重的那一個 所以我想 你這也是金頭腦耶 對不對 所以我在想說20應該沒有 那說實話我自己不知道真正的答案 但是所以我就猜18 中庸知道 對 因為呢我自己也是18跟20 但是我必須要講我同意你講的 感覺起來呢可能喔製作單位呢 會寫一個最重的 讓你特別去選那個20 好吧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的正確解答 到底是什麼 16 16 好啦這個階段呢 我們的三組來賓呢 都沒有搶下任何的分數 那麼比賽到這邊呢 我們看到第一組呢 獲得的是4分 掌聲鼓勵 然後呢第二組呢成績也很棒 獲得的是2分 很棒很棒 第三組呢顯勝哪有3分 所以呢依照分數來看的話呢 在這邊呢我們要非常恭喜 就是第一排 還有第三組呢可以繼續前進喔 來我們的社長還有老師 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今天呢跟幾位團員參賽 感覺怎麼樣 我們先請社長來告訴我們 非常好 他們加油 好好好當然當然加油 因為呢最後不管誰拿到獎金 這個獎金呢大家呢 都可以一起去分享到 是不是老師 是的 沒錯 我們就是打算來墊底的 太會講了 就是呢自己好像是綠葉對不對 要襯托出其他的紅花的感覺 對 其實是有心機的 你知道嗎 因為每次表演舞的時候 通常是最矮的在前頭 那我們得分是2 3 4 所以2是在最前面 我們兩個是Leader嘛 是這個樣子的 是有心機的 是有心機的咧 人家都是先想好說 在得獎的時候 得獎感言是什麼 你們就是想說 如果落選的話得獎感言 你們都已經先想好了 就對了 這樣子的方式 好吧 那麼呢在這邊呢 我們就要祝福呢 這個第一組第三組 希望呢能夠有非常高額的獎金 被你們帶回家 但是要來經過的呢 就是我們下次單元 考驗你們的眼力 看一下我們的大魔鏡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考驗呢 我們今天兩組來賓的眼力了 恭喜我們台上的兩組來賓 進入到的就是呢 我們大魔鏡的這個單元了 但是與其說眼力喔 先來問一下喔 第一組的來賓 James跟Jennifer 你們覺得自己的想像力怎麼樣 平時有沒有常常會一些 天馬行動的想法啊 聯想力啦 James跟Jennifer 我的邏輯可能要比想像力好一點 邏輯也很重要喔 那Melody跟Frank的這一組呢 我想女人的想像力都是很好的 對呀 比如說老公只有今天下班本來 七點該到家 七點半還沒到 那你就會想很多 去哪裡 你覺得這個半個小時 他去哪裡 你在跟我們聽你覺得 所以在對老公的想像力 是非常好的 可是說實話 對於大魔鏡的想像力 有待考慮 是 那老公覺得如果星天老婆 應該七點回家 結果七點半還沒有回家 所以應該在五點 五點半的時候 你還沒有離開的時候 就應該先要打個電話 那真的去哪裡 那是另外一回事 電話先打 所以我快到家了 我快到家了 是不是 人在哪裡就不講了 但是快到家 快到家就好 你可以找個同事跟你講 我們還在 保持著這一種呢 非常有想像力的一種說法 我已經給了你們一點點提示了 到了這個階段 除了要有好眼力以外 想像力也是很重要的 答題踩及時散步方式 限時五秒鐘搶答 答對立刻晉級搶前王 我們早上來看看一下 因為這個階段有五題 率先得到兩分的那一組 就可以進一集囉 把握機會 看一下大魔鏡的第一題 請注意以下畫面 照片中的建築物 被譽為空中花園的 巴哈伊世界中心 請問巴哈伊世界中心 位居於哪一個國家 一 伊朗 二 捷克 三 以色列 請搶答 好 貴克來 請用麥克風告訴我們你的選擇 伊朗 確定嗎 確定 到底是不是伊朗呢 答錯了 來 我們現在呢 答題拳到了我們的James 還有Jennifer的這邊 請告訴我 你們的選擇是什麼 我猜以色列 三 以色列是不是正確答案呢 答對了 沒錯 就是以色列了 恭喜 我們第一組呢 率先搶到了一分喔 小心喔 不要忘記喔 因為這個階段呢 是搶答的 所以如果林自己答錯的話 答題拳呢 就是另外的這一組 確定之後再搶答 我們看一下第二題是 請注意以下畫面 請看圖拆四字成語 請搶答 請搶答 五 四 三 二 都不搶 都不搶的話呢 我們就依照組別開始喔 所以呢 您剛剛呢 是在第一組 你告訴我們 隨便講一個答案 來 麥克風給你們 隨便講一個答案 請告訴我們 你們覺得呢 看到了這個圖拆四字成語 你們會猜的是 不是花言巧語 有五秒鐘的時間 如果五秒鐘沒有答的話 答題拳就會是別組來賓 五 四 三 花言巧語 花言巧語 是不是正確答案呢 答錯了 好 來我們的 投雞取巧 就是那下面有個雞嘛 然後有個巧 就從雞換到巧 金利粉你說什麼 拿來的雞 對 拿來的雞 那是茶雞的雞在下面 茶雞的雞 好吧 投雞取巧 是不是正確答案呢 答錯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的正確解答 到底是 草朵天宮 對不對 草朵天宮 真的是 沒有急 好 這個呢 我就不得不說實話了 這個還真的沒有急 但是呢 看到巧這個字呢 可能大家直覺反應 都覺得好像是投雞取巧的感覺 好 這個階段呢 目前我們兩組來賓 都沒有搶到任何的分數 我們來看一下 大毛鏡的第三題是 請注意以下畫面 請問 照片中出自於哪個美國影集 1.漢娜的一言 30 reasons on why 2.使女的故事 The hands may tell 3.這就是我們 This is us 請搶答 5 4 5 好 來 你們按下了 James跟Jeffers請告訴我們 你們的答案是 20你的故事 為什麼 猜的 用猜的 對 我覺得她那個穿著 你是以穿著來看 穿著跟他們的打扮 對 你今年有沒有關心愛美獎 沒有 沒有關心愛美獎 沒有關心愛美獎 對 Frank的這一組有關心愛美獎嗎 平常東森新聞 一定要多看多讀 今年在愛美獎上面 成績相當亮眼的 就是這一部片 得了非常多獎 但你們選的是 二使女的故事的 Hand may tell 是不是正確答案 答對了 沒錯 就是使女的故事 是 而且其實裡面有一句經典名言 在網路上面 現在也很多人在瘋傳 就是 如果他們不希望我們變成女軍隊的話 當初 就不應該讓我們穿一樣的紙 所以這也是現在大家討論 非常轟動的一部片 當然其他的兩部片 現在人氣也是相當的高 不過這一部就是 The Handmaid's Tell 十里的故事 在這邊我們要來恭喜的 就是我們的第一組 James還有Jennifer 就像我講的 其實在這個階段 反應力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再討論到 我們的Frank 今天呢 在我的心目之中 一隻是我很害怕的黑馬 從一開始到現在 都覺得你成績很亮 這個階段呢 小叔感覺怎麼樣 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想James還是有他的實力在 所以說這個 很高興地參加這次的節目 也祝福他們 希望呢 等一下呢 能夠呢 一土工武獸呢 真的喔 搶走一萬塊錢 但是到底能不能夠搶走一萬塊錢呢 我們現在就趕快呢 進入到我們 非常緊張的搶錢王 好的 現在我們進入到的呢 就是要來搶錢啦 進入到搶錢王 恭喜兩位 Jennifer還有James 到了這個階段 Jennifer啊 這個階段呢 等一下我們會有六十秒鐘的時間 總共有十道題 答對一題的話呢 是一百元 十題都答對的話 五千元 這個階段 我們要派出誰 派給我們的James James嗎 來來來 為什麼要讓你來挑戰 我大哥 然後他們的資深比較 深一點 不敢說他懶 比較資深啦 那Jim你跟我們分享一下喔 這麼多的題目之中 心裡面有沒有特別希望 哪一類型的題目 可以多出一點自己比較在 我只能說我不希望 看到太多 跟Entertainment Business有關的題目 OK 娛樂的 有關的題目 希望不要太常出 是不是 是 那麼中文文學啦 英文啦 數學啦 這個都OK 中文文... 中文文學最好也不要太常出來 還要玩嗎 你覺得 所以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乾脆一萬塊先拿走就好了 直接先拿走 沒有那麼簡單的事情 我們這個一萬塊 我們要好好的守住喔 不過喔 你還是有機會 你先給自己一個預言好 你覺得自己大概可以答對幾題 心裡面想 我覺得 三題吧 期望不要太高 這麼客氣啊 好吧 三題的話呢 就是三百元 我希望你可以答得第三題多 我們先上請就位 Tripper我們這邊請 Tripper準備好了嗎 好 我們的搶前王現在正式開始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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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代表哪里? HAS 人体缺少哪一种微量元素 会造成甲状腺走大? DAN 请拼出辩论Debate的英文单字 D1 BAT X射线当中的X 是代表什么意思? HAS 梁州曲当中 葡萄美酒夜光杯的下一句是 HAS 竖行杜鹃是哪一国的可怕? 时间到来 Jennifer 我们这边请James 来 归队 感觉怎么样? 感觉非常不好 这个题目都是没有在预料之中的 怎么会呢? 有很多题 我觉得你可能太紧张了 我们先讲 你刚刚给自己的预言是几题? 我说三题 就三题 你刚刚真的答对三题 这就三百元 很多题呢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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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啦 这个121的开根号11 你答对了 可是智慧型手机之中 APP的全名 我刚才APP 真的是 害到很多人 因为现在很多人 用智慧型手机都会说 你有什么APP 你有什么APP 有没有谁知道它的全名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对不对 这我不敢讲 因为我把它当作是个actment 想说A是什么 P是什么 P是什么 你知道吗 所以可能想的太多了 很遗憾 刚刚呢 很多题 不过我必须要讲的就是 你呢 还是蛮厉害的 因为呢 很多题 你还是pass pass 速度算快 所以你至少呢 10题都有听完 但是现在呢 是有3题 300元 Jennifer 你觉得她刚刚表现得好吗 还不错啦 如果今天自己站在这个地方 刚刚听到了这么多题 你觉得成绩可以比她好吗 嗯 我觉得我也做错 我觉得很紧张 不要紧张 因为呢 现在呢 其实说实话 300元的成绩呢 还不错 但是现在我们真的要好好的 还召唤一下神明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哦 希望呢 你在我们的这个大魔王的单元之中呢 真的能够顺利呢 抽到奖金多少 乘以2 对不对 没有错 我们的其他的团就讲 希望抽到奖金乘以2 就可以呢 变成600块钱了 有信心吗 两位 有 有 有 哈哈哈 哈哈哈 你自己不站在前面回答 现在到奖金 有信心 对 信心可以带走 我的抽意很好啊 好好好 所以等一下 有可能是换你来抽是不是 好吧 我们现在呢 赶快进入到的 就是我们的大魔王的单元 好的 我们现在呢 进入到的就是非常紧张的大魔王了 不管怎么样 先恭喜两位 Jennifer 还有James 相机相当的亮眼 我刚刚呢 答对了三题 所以目前累计奖金呢 为300元 两位啊 我跟您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呢 大家看到台上有三个箱子 其中的一个箱子呢 里面放的呢 就是奖金乘以二 让你呢 可以直接的带走600元的奖金哦 那么呢 这个其中的一个箱子呢 我们不知道是在哪一个 其中的一个箱子呢 会是大魔王 奖金归零 千万不要抽到它 但是哦 又有另外一个箱子很棒哦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抽到它的话呢 是我们的精美礼品 但价值呢 却比你刚刚的奖金还要多哦 是要感谢呢许氏花旗生产哦 所提供的价值超过三百多元的 百分之百的 美国威慈开山州许氏花旗生产所提供的哦 这个花旗生产不得了啦 因为呢 不管是你要补精气神也好啦 其实哦我跟你讲哦 这个花旗生产呢 非常的棒 你每喝一次就可以补一次 还有家里面如果有在炖鸡汤的朋友 加它个两三包 保证你这个鸡汤每一口呢 都会觉得印香醇的感觉 所以呢 这个花旗生产就像我讲的 如果你抽到它的这个精美礼物的话呢 会是比你刚刚的奖金还要高 好 说到这边 当然决定权在两位 要不要挑战我们的大国王呢 我们把这个决定权交给我们的社长 社长 Dally 她说决定权交给你 那你觉得要不要挑战 大家到这玩是开心的 还是你们两个人自己决定吧 如果你们觉得 互丢 互丢 怎么办 大哥决定吧 都给我们老师 老师 OK 老师决定 来 Jasmine你来告诉我们 你觉得呢 我们刚刚Jennifer说了 OK 今天交给资深的 大哥决定 还要再丢几次 请问一下 来 大哥 最终决定权在您手中 毕竟刚刚 在抢钱王之中 是您答题的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说实话 也应该他来决定 对不对 因为呢 这个300元 也是靠你的力量得来的 要不要挑战 你知道吗 其实我身心好赌啊 所以你的答案是 但是赌自己的钱没有关系 如果是拿别人的钱 take the risk的话 我希望 不管结果是怎么样 大家不要责怪我 不会怪他吧 不会不会 大哥我们是要赌还是不赌 再丢一次 我代言 他叫我代言 小妹代言 读 掌声鼓励 试试看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想最重要的是 大家一起同乐 对不对 所以不管怎么样了 不管结果怎么样 至少我们大家一起同乐 也把了这么棒的一个团体 推荐给大家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就让两位呢 有一点点的时间 不能够触碰任何一个箱子 但是您可以好好端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台上 三个宝藏箱 大哥 您可以走到前面来看 Jennifer 您也可以走到前面后面看 但是您不能够去触摸它 您决定好了之后 大声地告诉我们 你们选择的是 一号箱 二号箱 还是三号箱 赌一号 一号箱 好的 我们呢 看到了 我说是一号箱 确定吗 我决定前交给他 确定咯 好 确定是一号箱 我们不换了 好 一号箱不换 但是你们觉得大魔王会在哪一个箱子 我觉得大魔王在三号 大哥说大魔王会在三号箱 好吧 那我就赶快把我们的大魔王打开来 好不好 因为你说 三号箱是大魔王对不对 大哥说三号箱是大魔王 我们来看一下大魔王在这个地方 哇 好精美奖品 好高了 对 你现在有50%的几率 所以 我们看到一号箱 您觉得不会是大魔王对不对 一号箱会不会是大魔王呢 好 我们大哥选的 欧米其成员 大魔王就在我们的二号箱 来 中间请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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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给你50% 哎呦 棒棒棒棒棒棒 600元的奖金 我们刚刚已经有讲了说大家会一起分享 对不对 好啦 在这边呢 我们可不可以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觉怎么样 今天非常的愉快 然后觉得好像是夺到学生时代 对 一起学习 对 有没有觉得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James 现在的心情 他愉快 我可没有这么说 松了一口气 而且呢 旁边的这一位美女呢 Jennifer 不会呢 被我们的社长呢 踢出团外 对不对 因为呢 还是保住了我们的现金 在这边呢 恭喜我们的核桃土粉红社 带走了600元 掌声鼓励 但是呢 下个礼拜呢 我们来探探的朋友可以呢 带走多少钱呢 当然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咯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金头脑 谢谢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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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播出